Goalgetown鬼镇 过了这个多少车车车了 车车是这次车车 天上飞着战略机 地上跑着山路车 第一次住这个淫味油水有电的露营地了 我想正在这里上月社呢 突然一直吐着跑了快 在沃尔玛停车场露营的好处就是 早上一起来就可以先来逛个超市 而且他这个拉斯维加斯 这个沃尔玛是早上6点就开始营业 然后营业到晚上11点 买了一些早餐面包什么的 然后我买了一双开车的鞋 七刀很薄的一个网鞋 然后买了一个水桶带水龙头的 这个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之前我从特喵上面买了一个 那个软的水袋带水龙头的 但是他坏了 所以又从沃尔玛买了一个这个石刀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离开这个机场旁边的沃尔玛 还在那睡的不太好 太吵了 他就挨着机场的跑道 一晚上都是飞机来来玩玩的 我们现在就要离开拉斯维加斯 去往加州去往圣地亚哥了 拉斯维加斯白天这边 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好逛的 而且我俩对赌博也完全没有任何兴趣 而且今天拉斯维加斯的白天的最高温度是33度 现在已经是289度了 就越来越热 朋友们要赶紧跑了 加州最高温只有20度 所以就接下来就越走越凉快了 应该是 走吧 昨天晚上露营我们都是开着窗户睡的 所以刷音就更大了 好繁忙的机场 起飞了 我都追不上了 你看到我开闷了 屋子跑了 那肯定啊 哈哈哈哈 这个荒漠绿洲也种了一些不应该生长在这里的棕榈树 哦哦 你看都关注住了 向右转上渣岛 你看又一辆飞机起飞了 大沙漠的雕塑都是铁 全是秀 看那栋楼 这是金碧辉煌的 你看就是多重 我不用看招本 看建筑就是多重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现在搬来那花拿呢 赚钱 赚钱容易啊 花钱也容易啊 晒啊 好 晒着我胳膊疼 看着无边无际的大大山坡 这都有植被子 可能不算长 这路边可能它会重一些 这交车好大好多车 应该大家都来这家吧 这可能就是出内华达的最后一定要站 哇 这里已经5块多了 87号5块5 昨天在那个 压力三辆加多少钱 4块多 4块出头 跟铁花差不多 啊啊啊啊啊 那这跟加州也差不多的价格了吧 抓住每一个机会洗玻璃 开长途 开高兴的 昨晚玻璃脏了我都不敢开了 昨晚没洗干子 从拉水家是出来大概走了30英年了 没有拐河弯 今天这个弯可能是第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弯 但也基本上是值得 即将离开内华达 进入加州 看这是州界 然后在我们前方就出现了一处平地而起的小镇 也不是小镇吧 这是一些建筑是吧 就是赌场 就是在州交界处 让江州人过来赌博的地方 你看这前面后边全是黄魔 在这里赌出来一些建筑 果然写着Casino 赌场 都加州了 是吗 嗯 你看看地图我都看到了 过了这里多少就都加州了 Welcome to California Casino 为什么要搞个熊的雕像 这有很多熊 你看唯一一个 咱们进入一个州有欢迎你的 就是加州 所以加州人口越来越多了 来的就是加州人 服务区休息一下 这个服务区叫 ghost town 鬼镇 看看有什么鬼 看这里有个大鬼 我们现在在这个鬼镇路边的荒地上 休息一下 做个午餐 煮个面 吃完再继续赶路 大太阳真的是太晒了 万里无云 本来我原来规划的是后排这次要保留着空间 用来吃饭什么的 但是今天早上收的时候发现 直接收起来还是又省事又方便 所以这个还是把后排的空间给占了 所以我们就只能还是到前边来吃饭了 所以我临时找了几块我们的柴后本 然后搭了一下 然后就坐在前面来吃饭吧 又一次在车里吃面了 然后煮了一锅面 然后炒了一盘的培根 这盆根是昨天前天买的 然后我们怕坏了就提前把他们都做了 今天吃不了剩下的 就可以晚上吃 然后还有一些面包 就是在家烤好的面包 开饭 看看加州的车流 我们还没到市区呢 离市区还远着呢 前边就是洛杉矶 但是我们不进洛杉矶 我们会从旁边绕着 绕到圣地亚哥 前面这是一个铁路立交桥 上面有一辆火车正在行走 而这个火车是一个双层集中箱的火车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两个集中箱落在一起 在加州开车感觉怎么样 你不想回深圳吗 你不想回深圳吗 我也不想回深圳 是不是感觉已经回到了深圳 三轮出 三个轮 前面两个轮后面一个轮 还是个老爷子开的 一个白发老爷子开的 加州不愧是加州啊 我又追上了 我现在要操了它 这车能合法上路吗 后面还有车 这就算是个摩托车呗 也不是三轮摩托车呗 两个没有见过市面的 由他三名 实在是太好集了 这是加州 天上飞着战斗机 地上跑着三轮摩托车 是有什么飞机 看那个战斗机 那应该是个军工 很大一机 hello he want to camp here tonight one night 给了个地图 说上面涂了颜色 这些是现在还是空的 让我们自己去选一个 选完了再回来 再给钱 这个是一号 这个二号 那个三号 这里有个书袋 只能够开 我卖 你看这还有钉子 叫你千万不要到车 不然你才会 搞定我们还买了洗澡用的这个 带币 一颗是50美分 然后可以洗四分钟 我们买了四颗 可以洗十六分钟 应该够了 然后营地费是29刀 这是我们今晚的营地了 这是我们营地的入口 然后这是这个充电桩 还有水龙头的桩子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住这个营味 有水有电的录营地呢 加州不愧是加州 这里可以直接拆电的 然后环境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在大树下面 明天早上不会被太阳照醒了 然后这边的景观也不错 不过这里是有点冷的 加州确实是比内华达要冷多了 白天也就20度多一点 现在傍晚了现在也就十几度 那天黑了也就是个十一二度了 先来给我们今天刚买的这个水桶 借点水 然后放到桌子上使用 今天可太方便了 鸡蛋汤也好了 现在就再炒个菜 晚餐就绪了 菜我已经切好了 现在有请水盐大厨 我们专门带了一个烤盘 又来炒菜 它比较大 我只带着东西一点 太过于齐全 哈哈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了 非常丰盛的晚餐 这是一个青椒炒火腿 然后又炒了一些中午剩的培根 然后还有香烹烹的热米饭 以及香烹烹的鸡蛋汤 来吃 现在饭也吃完了 床也铺好了 天也彻底的黑下来了 我们准备去洗澡睡觉了 这个营地的洗澡间是在厕所里面的 所以它是男女分开的 所以我俩就得分开洗了 一人两个币 一个币是四分钟 然后我看看四分钟之内能不能洗完 尽量 然后这里是头币 四分钟刚好洗完 零点五刀洗个澡 还是挺划算的 洗完澡躺在床上 看着外面的夜色 听着外面的芭蕉 还是比较惬 是不是 终于比较惬 这才是真正的露营 昨天晚上就是 流浪模式 找个地方能睡就行 看着里有只兔子 我俩正在这里 上月色呢 突然一只兔子跑了棍 然后打开手电一照它 它就在那一动不动 我看它能坚持多久 可能假装自己是一块石头 我换一换它 它还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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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坚持不住了 它没有它背向我 耳朵 我脑袋动了一下 在听我们声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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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